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星期已经容易过 又到周末 中秋节没有什么礼物可以送给你们 连九成众的提示都给不到你们 不好意思 月饼给你们都嫌妥订 记得我上周说过 会介绍美女给你们认识 当作是中秋节的礼物 隆重介绍Miss Tinkerbell 这是迪士尼的美女之一 亦是我最喜欢其中的一个 男人通常喜欢的美女不只一个 因为我做惯外汇 这是借口 要做很多批评货币 不可以只专注做一只货币 对吗? 看不见到她的双眼 要看紧她 真的要看紧她 她的眼睛亦很吸引 一眼看上去 整幅照片 就是看到她的眼睛 她的双眼好像会说话 她说 她说 你望着我 相信我 你就会心想事成 这就是迪士尼的Tinkerbell的性格 现在所行的政策 就是TinkerbellEconomics 即是Tinkerbell经济 为什么我这样说 待会有人说 又发明新的东西来骗人 耶论女士是告诉你们 我需要市场相信联署局所做的一切 若然你们不相信 It won't work 因为你们不相信她做的政策 成效肯定是不太好 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我经常说 市场的价格变动 很大部分因素 不仅仅少 是大部分因素 是由于市场的整体心理推动底下而成 如果你不相信她的政策 不是帮她一起去推动市场 那便便是事倍功半 不是不成功 会久一点、会难一点 若联署局所做的措施 例如加息、缩表 最近这两件事是联署局工作的焦点 她预先给了指引 预先有暗示、加明示 例如她还有一个.plot 我曾经给你们看过 不记得是一次或两次 一幅图有... 有到几时就有几岗 导致加息等 这个Dot plot 是怎样辞计 我都不知是 以点指策略、点指计划 有指引 加上联署局的官员 差不多整天 一星期都有一个最少 说出他们的心声 有些是可以投票、有些是非voting 但大家知道联储局是想做什么 都说出来给你们听 没有欺骗、没有收买、没有黑箱作业 什么都没有 这几个月以来通胀的问题 使得联储局和市场有很多疑惑 我已经准备了功夫 但今天暂时未出台 多数是下星期为何通胀 到现在全世界都表现不了 这是新时代 做我们这一行 辛苦也行 但过瘾亦是 周不时每个月都有新的事物上场 令你很不空 整个市场百思不得其解 美国做到全民就业 4.4%的联储局 即是全民就业 但通胀都迟迟 不来 究竟是根本不会来 还是三三来迟 下一集我会和你们说 慢慢说 各位观众 通胀通胀永远不可以等到它来到了 才开始中央银行做功夫 已经太迟了 就像洪水猛兽一样 不知道你们有生以来 有没有试过通胀的时期 是真的 当时都挡不住 虽然通胀只是两个板斧 一个就是加息 你不可以由一厘两厘加上七八厘 那时人民会非常痛苦 亦不可以货币升至10%之类 令所有市场都不可惜从 所以未来到之前 看到迹象之前 根据数据 如现在全民就业的因素 根据经济理论 虽然经常不相信理论 会得出结论 通胀会来 应该是要这样做的 简单一个道理 例如针对通胀的其中一个措施 是加息 但每一次加息的效果 还有一样 除了我刚才所说的 加息 效果要起码超过 大半年到一年 才可以到位 不是说今天加息 明天就会影响市场 影响经济的步伐 是要大半年到一年 才能影响市场到位 有些药 医生不会给你很猛的药 效果要起码几个小时 甚至一天才有效 不可以一吃就立即到 通胀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心理推动 有时通胀根本没有 或未来 但如果所有市场人士 都认为他会来 心理推动 通胀自然会来 你又加价 我又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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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胀根本未来 就已经自动走到位 所以到目前为止 刚才我所说的Tinkerbell 就是要相信他 他认为会来 心理上预备是你 如果你完全拗紧 哪有通胀 加价值 就完全帮不了联储局 尤其上星期已经说 联储局现在加价值不是为了通胀 而是为了在缩表程序上 其中的一个措施一定要做 将短期利率拉高 以返回远期利率的上升幅度 从而搞定那条Yield Curve 上星期美国公布的CPI 消费物价指数升0.4% 耶伦女士已经立即出来说 是否通胀真是来 终于会升破2% 但这方面我不太同意 为何呢 他现在非常渴望市场会相信他 他当自己是Tinkerbell 虽然他没有美女 也没有年轻 但他希望市场帮他一下 将通胀推上2% 他所做的功夫顺利成章得多 但我今天说我不相信他 这句话他不需要说 是你便来 因为我懂得分析 他骗不了我 很漂亮的女生 8月因为巨峰哈维 使得近海湾的链油厂停止 因为受到损毁 汽油的价格大幅上升 升了6.3% 我认为8月份的CPI 突然间增加这么多 是一次过的通胀上升因素 不是长期会影响到的 根据多月来的数据 通胀率的而且确 每个月都好像一只龟 慢慢爬行 就缓慢上升 已经连续在过去5个月 每个月都升了0.1% 刚才所说的8月份特别情况上升 亦将三个月的平均升幅 以一年计算升了1.9% 接近指标是2% 9月份及10月份今个月将会是怎样 所以我暂时不会相信 老板Tinkerbell 未相信他 要继续留意未来的数据 才断定通胀率会否达到2% 因为真的有很多理由 为何全球的通胀都不理 是现在这个新时代上 我下星期一定会和你们说 直至现在根据联储局 刚才我所说的Dotplot 点数计划 12月会加一次升 很快 2017年一共加三次升 2018年Dotplot亦会再加三次升 2019年在Dotplot亦会再加三次升 7次升 根据这个Dotplot 每次加四分之一 即是差不多 1.03个骨 1.75% 若你们相信 虽然1.75% 很大事吗 加上现在是两厘颈 三厘都未到 差点 但大事不是因为这个数字 而是未来利息的走势 只有升 没有跌 连停也不会停 只有升 即是升到2019年底 还会否继续升 现在还未说这么远 如果根据缩表程序 继续要升 还有 现在只是美国带头 给全世界看看 缩表会如何 欧洲已经口口声声说 有这样的计划 英国已经加息 所以最近的英镑 升得这么紧要 就是这么简单 日本死口都说不会 但日本 今个月 22日大选 如果选到东京 我在这里介绍过他 照片都给你们看 Governor 小池 百合子 如果他上场 安培被人踢下来 我不知道 世界大乱 若然全部加息 加拿大继续会加 澳洲又说会加息 全部一起你加我加 全部归队 所以我认为 未来的息率 既然只可升不可跌 应该由这结论 去分析 所有其他汇率 股市、房地产、债市、商品市 对吗 否则 每次分析都要有 根基 未来几年 利息只会上升 不会下跌 全球都散水口 世界会怎样 若亦有Tinkerbell 我一定会相信他 但今天先打住 好吗 我真的认为 每次都不在 可能会为什么 和 que我认为 我认为